兰尔斯1月直期即将结束 波尔特世界纪录真的会在洛桑站被打破吗 随着欧金赛的结束 2022赛季也即将结束 万众瞩目的钻石联赛也将在下月初进行总决赛 前些日子摩纳哥战前 兰尔斯面对采访时 声称一个月时间波尔特的世界纪录就在延迁 而明日的洛桑站是接下来所有比赛中最有机会的一战 并且除了兰尔斯以外 一众世界冠军均参加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小扒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有哪几场短跑比赛 值得大家关注 首先是女子100年 刚刚拿下世锦赛冠军的弗雷泽杰克旭 以及历史第二人汤普森亚买家女子三雄齐上阵 他们将与霍布斯 以及目前积分低的塔卢争夺冠军 阵容堪比世锦赛决赛 并且洛桑站的女子积分高达8分之多 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谁就能率先进入下月初的总决赛 重要的是 赛前拉尔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到 弗雷泽这赛季将会打破世界纪录 就如同拉尔斯所说的 弗雷泽这赛季的状态确实是强 随后是女子一百蓝 世锦赛中两度刷新世界纪录的阿姆斯也将出展 与前世界纪录保持者阿里 以及奥运冠军卡马乔进行对决 激烈程度丝毫不输世锦赛 接下来是男子项目1500米比赛中 雅各布将会与肯尼亚长炮巨星切鲁伊约特 基普桑进行对决 其中切鲁伊约特目前积分排在第五位 如果他能在本战比赛拿下好的名次 也将确保入围总决赛的资格 随后是重头戏男子两百米 这一场比赛的焦点绝对是莱尔斯 大约一月前莱尔斯曾放出好言语 撑给他一个月时间 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就在眼前 而洛桑就是目前最好的机会 各种有利条件的加持 残照目前莱尔斯的状态 只要不出意外 这场比赛跑进19秒40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能否打破博尔特记录仍然是个谜题 并且莱尔斯以外 奈顿 诺曼 法安布勒 奥甘多等清一色明星选手 奈顿也将在洛桑证明自己 光这个阵容和世锦赛决赛已经相差无几了 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八人中一大半都是巴黎奥运会的决赛选手 这样的比赛 你们说值不值得观看 以上就是本站比赛竞赛项目的关注点 感兴趣的朋友也千万别错过了 届时小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报到赛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